嘿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六 今天這支影片是去年10月 我到拉斯維加斯的REAL賭場 參加第52屆WSOP世界撲克大賽 600美元買入的賽事8 DeepStack深酬賽 那這部影片上架的時候 我想我人應該已經在美國了 對今年的6月我還是會去Las Vegas 參加第53屆的WSOP世界撲克大賽 不過就如同我之前影片所說的 我可能不會像去年第一次去WSOP一樣 把全部的時間幾乎都放在了打牌跟拍片上 因為去年我除了WSOP的金手鏈賽事之外 我還參加了像是永利跟威尼斯人賭場 所舉辦的大大小小賽事 基本上我只要有時間空檔 就是去打牌或者是拍片 那對於已經不是全職打牌的我來說 我不想再把這趟旅途的全部心理 都放在撲克上 我也希望能夠把一些時間 分配到其他有趣的事情上 欣賞與體驗更多元更不同的生活風景 所以今年這趟我去美國呢 我可能就會跳過一些買入比較小 或者不是WSOP金手鏈的賽事 像是一些威尼斯人賭場的比賽 對因為那邊現在對於拍攝是非常嚴格禁止的 我去年下半年有好幾場比賽 在威尼斯人打到一半 都一直被警告說不准拍攝 導致我後來有很多部影片的賽事畫面 都非常的不完整 所以今年我可能就會減少去 威尼斯人打比賽之類的 不過當然大部分相對重要的賽事 我還是會去參加並且拍攝 但我也安排了一些撲克外的行程 像是觀光旅遊 拜訪朋友 或是參與一些其他有趣的活動等 如果有適合拍攝成影片的內容 我也會想一些有趣的企劃 來跟大家分享一些不一樣的主題 所以千萬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打開鈴鐺喔 最主題不論是我在美國旅遊的過程 或者是撲克上的第一手戰況 這些內容我都會盡量在我的Instagram 跟我的FB粉專欄 跟大家做即時的分享 有趣的朋友歡迎追蹤 最後想要支持我的朋友 也可以透過下方超級感謝的方式 或者是訂閱旁邊的 加入頻道會員按鈕來支持我喔 那就讓我們回到正題吧 這場比賽的騎士傳碼是3萬 我是在Level8 忙住級別五百一千 大忙先就一千開始前上桌的 上桌後的第一手牌是 MP位的玩家Open了兩千 我在Hydrig的位置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有KQ不同花選擇了Call 全部的人蓋牌之後 兩個人看到翻牌 FLAB來了380不同花 MP位的玩家下注了一千四 大約是百分之二十五的底十 那這邊雖然我們並沒有擊中這個翻牌 但對上一個小的下注尺寸 加上我們又有位置的情況下 我們的兩高章是可以考慮扣下來FLOAT的 所以我選擇了跟住 兩個人看到轉牌 特朗了一張專塊8 多了一個專塊的後門花 這時候MP位的玩家選擇了Check 那這邊我就是準備要下注炸虎了 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打蓋對手的像 AJ、AQ、A9童花等A高牌之外 也有機會讓對手蓋掉像是 4455、66、77等手禮隊 所以我選擇下注了3300 大約是40%的底持之後 MP位的玩家想了想 最後選擇了蓋牌 那我也成功的收下了這個底持 這台之後我幾個Open 還有大忙防守都沒有中 籌碼稍微掉到了兩萬七 但整個桌上 我就一直在看我右邊的右邊 一位壯漢大叔表演 對他在桌上各種race 各種all-in 真的打得有夠兇 乾脆就叫他胸壯大叔好了 因為我後來連續跟胸壯大叔 對到的幾手牌都非常的精彩 像是現在的這手牌 我就跟胸壯大叔打到了all-in 這手牌Lodrick的胸壯大叔 Open了2200 我在Sealway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有10J童花選擇了Call Button蓋牌之後 小忙跟大忙的玩家也都選擇了Call下來 四個人一起看到翻牌 Flop來了36Q兩張愛心 大忙什麼的玩家Check之後 Lodrick的胸壯大叔也選擇了Check 那這裡我有個Flush drawer 選擇下注了3千1 大約是三分之一個底池 31 大忙什麼的玩家都蓋牌了之後 這邊我被Lodrick的胸壯大叔 CheckRace到了8千5 這個賠率我當然是不會蓋牌的 那我選擇了Call 兩個人看到轉牌 轉來的一張愛心9 哇這不只讓我中了銅花 還給了我一個雙頭的銅花 順愛心8跟愛心K 那這時候Lodrick的胸壯大叔 想都不想一言不合就推出了ALL IN 我當然是選擇了秒跟 然後胸壯大叔就說了一句 我一秒打開了我的實覺愛心之後 胸壯大叔打開了我完全意想不到的牌 他有A7磚塊 對勝率直接是百分之零 那最後River來了一張磚塊K 我成功的收下了這個底池 籌碼也翻倍到5萬多 接近6萬 沒錯 當我看到胸壯大叔的底牌是A7磚塊 從Flop上面就跟牌面完全無關 還ALL IN TURN想要把我打蓋之後 我都決定幫他改名 從胸壯大叔變成風壯大叔 對因為過不到兩手牌哦 我又跟風壯大叔對決上了 過了兩手牌之後 風壯大叔他在UTG加1 Open了2200 我在MP位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有一對7選擇了扣 蓋培到大麻的娛樂玩家之後 他也扣了下來 三個人看到翻牌 Flop來了239不同花 大麻的娛樂玩家跟加1的 雄壯大叔都check了之後 我選擇下注了4400 大約是半個底池 4400 因為這邊雖然有一頂帽子久 但大麻是範圍寬四海的娛樂玩家 而UTG加1是風壯大叔 所以我下注稍微大了一些 想要多拿他們一點價值 那當我的玩家蓋台之後 UTG加1的風壯大叔一直看著我 想了很久 感覺心不甘情不願地選擇了Call 兩個人看到轉牌 特朗一張疊牌磚塊3 那UTG加1的風壯大叔 繼續選擇了Check 而這張三騎對我們兩個的範圍 也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那我當下是覺得UTG加1的風壯大叔 剛剛被我吃了整組 看起來很想討回來 應該會跟注的更寬 所以我繼續下注了5600 大約是三分之一的底池 因為我希望他除了445566的手裡隊之外 也能夠忍不住繼續跟注他的A10 AJ AQ 之類的兩高張 那他想了想之後 還是心不甘情不願地選擇了Call 兩個人看到盒牌 River了一張愛心石 風壯大叔繼續Check 但如果River開中小牌的話 我會繼續打一個小的尺寸 拿他445566 以及兩高張的價值 但如果開的是AKQJ10的話 我是選擇了Check 結果開牌之後 Always got a River 沒錯 他有A10不同花 勾到了這張盒牌石 但這牌很可惜的噴了大約1萬多的籌碼 讓我的總籌碼量降到了4萬多 而盲凍節別也來到了小盲大盲61200 大盲1200之後 開始了各種不會中牌的節奏 所以就是Open不會中 大盲抵抗不會中 跟住了一個3倍也沒中之後 我的籌碼也慢慢回到了大約70碼3萬左右 那後來終於有一手牌打到了攤牌 這手牌是全部的玩家蓋牌 蓋到我在8層拿到的J8不同花 Open了2500 大盲的玩家選擇了Call 兩個人看到翻牌 Flop來了QJ9 給了我一個中對子跟下面的卡順 那這個牌面J8可以選擇Check 也可以下注一個小的尺寸 理論上是不會差太多的 那我這裡是選擇了Check 兩個人看到轉牌 推來了一張磚塊Q 大盲的玩家繼續選擇Check 而這裡如果我是J帶大的踢腳 像是AJ或KJ的話 可以選擇下注 因為除了9X之外 我也可以拿到一些J小的價值 但這邊J8的踢腳是完全比不到的 所以我還是傾向選擇了Check 這裡可以讓對手在合牌有炸骨的機會 那我Check之後兩個人看到了合牌 River來了一張專塊4 大盲的玩家下注了2500 因為對手在大盲的範圍 可能會有很多沒有攤牌價值的空氣 看我Check到River 所以想要嘗試炸虎 那當然我這邊是選擇了秒根 結果開台之後 大盲有JQ梅花 Full House Check this hands And you made like this funny speech 對 這撞到牆也沒辦法 那這舞牌之後 我的籌碼也持續跌落到了20個大盲左右 這時候呢 我們需要一個機會來翻倍Double R 那郭美希手牌之後呢 我們也迎來了這場比賽的第一個跑碼 這舞牌MP的玩家 Open 2500 全部的人蓋牌看到我在大盲 我看了看我的手牌 我有AK童花 那這邊我放完前駐後的有效籌碼 大約是18個大盲 所以我直接推出了ALL IN 合觀點了點我的籌碼 有21500之後 21500 MP的玩家沒有什麼想就選擇了Call 開台之後他有JQ童花 那翻牌來了K72兩張專塊 雖然讓我中了一張K 但也給了對手一個買花的可能 不過轉牌跟合牌分別來了 梅花5跟梅花6 讓我頂住了這個跑碼 成功的翻倍到了4萬多 21500 對 接下來的盲目級別來到了小麻大麻 81600 大麻前駐1600之後 馬上又迎來了第二個跑碼 這舞牌UTV加1的玩家 直接推出了ALL IN 6900 6900 全部的人蓋牌蓋到我在小麻 看著看我的手牌 我有A6童花 那對上一個4個大麻左右的ALL IN 這是一個非常標準的跟注 CALL 69 我扣之後大麻的玩家選擇了蓋牌 加1的玩家打開他的手牌 他有A3愛心 雖然是一個壓制的跑碼 但也有了一些分錢的可能 結果FLOP來了247兩張愛心 給了對手卡順5跟額外買花的可能 總共15張奧斯 Oh It's very difficult to hold this club 哇 這我都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頂得住了 勝率上是落後不少的 Equity behind I think You have to find this 那轉牌來一張梅花4 讓我額外跟他有超過60%的機率 會CHOP分錢 結果合牌了一張專快6 沒錯 要不是這張6 我要不就是跟對手分錢 要不就是輸 所以我算是合殺的對方 讓我淘汰了這個跑碼 那這把結束之後呢 我的籌碼來到了5萬多 接下來我又收了幾個小的底池 不過基本上都是我FLOPC貝一發 對手就蓋牌之類的 雖然底池都不大 但也讓我的籌碼成長到了6萬多 那在這個忙度級別生忙之前的最後一手牌 我又贏來了一手關鍵跑碼 這牌我在UTG拿到了99 選擇Open了3600 蓋牌蓋到8等的玩家 他推出了All In 全部的人蓋牌回到我之後 我請核官算了算他的籌碼量 28.3 有28.3 大約是17-18個大碼 那這邊99是必須要跟的 所以我選擇了Call 開牌後8等位的玩家有AQ不同花 但是FLOPC的第一張牌 還沒拉出來就是一張專快A 那最後牌面上來的A67 轉牌4 合牌10 對手的AQ擊中了A一隊 我在輸掉了這個跑碼之後 籌碼掉到了3萬多 那接下來毛主級別來到了 小毛大碼 一千兩千 大碼先入兩千 不過這個級別的前半段 又是一個不會中牌的節奏 幾個Open跟Call都沒中之後 籌碼也稍微降到了3萬以下 只剩下11個大碼出頭 進入了等牌的推推樂時間 那郭敏多爾之後呢 就來了一個關鍵的All-In跑碼 最後牌是Hydrack的玩家 Open了4500 我在8等位拿到了A10不同花 那我算了算我的籌碼 大概有25000多 大概是12-13個大碼 我這邊選擇直接推出了All-In All-In All-In OK 全部的人蓋牌回到Hydrack的玩家之後 他秒扣 打開了他的一對八 那跟我上一首 我的99對上AQ一樣 這把也是翻牌拉出來 第一張就是愛心A 那最後牌面上開出來了 AQ-6 轉牌5 合牌7 我成功的Double Up 翻倍到5萬出頭 也算是小小的起死回生 那這樣比賽我到底有沒有機會繼續存活下去 挺進我的人生 第一個WSOV前捐呢 不用等到下個禮拜 對 沒錯 這個禮拜四晚上 我就會上架下一部影片的 再請各位敬請期待 不想錯過的朋友也別忘了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哦 我是小六 我們下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